大家好我是蕾蕾 我們今天要來拍的是 父母PK賽 看是爸爸比較了解蕾蕾 還是媽媽最了解蕾蕾 選我選我 我們要去保養買東西 然後呢讓蕾蕾來選 看蕾蕾選中的是哪一個人的東西 最速得了呢 要買單 吼吼吼吼吼 那我們遊戲開始 GO 第一回合是零食 來 蕾蕾張開眼睛 這很明顯吧 哪有很明顯 我要這個 妳覺得這個是誰買的 爸爸 太明顯了 好 第二回合是零食 耶 哈哈 掰掰 來 這個拿開 拿開 果然爸爸跟我喜歡吃的東西比較類似 小雞麵 這個是新泰蘭不是小雞的 哦 點心麵 有規定不能買洋芋片 所以爸爸就買這個 第二回合是四瓶 睜開眼睛 喜歡哪一個呢 來 你看一下 這個是荷包蛋的髮夾 這個是荷包蛋的髮夾 這個是小雄的髮圈 我喜歡這個 好 公布答案 沒法要贏了 我以為你喜歡她的包蛋很可愛 我喜歡小雄 因為她可以 就是穿在手上就很可愛啊 好啊 那妳可以拿下來 對 我本來以為媽媽會買韓系的 因為我想說你韓系已經很多了 爸爸直接挑可愛系的 很可愛呀 哈哈哈哈 我喜歡 第三回合 我的生活用品 打開眼睛 你喜歡哪一個 一打開眼睛 心裡就有個底了 首先 它是白色的 然後 又是收納盒 我剛好要缺 所以一定是她 你覺得是誰挑的 媽媽挑的 為什麼 因為呢 我知道 因為我平時都會跟媽媽碎碎唸說 哇 這個白色的收納盒好可愛喔 貓咪再見 耶 終於你了 來看看 它有很多層 對啊 兩層的 對啊 白色的很好看 而且它很像無印良品的風格 接下來 文具 對抗 分開眼睛 看看是什麼 先看一下它是什麼 第一個是 修正大 蠟筆小細 另外一個是 雙色的 兩線筆 好難選的喔 我想這個 妳覺得是誰買的 這有點難想耶 哈哈 我猜媽媽會買比較可愛一點的 所以媽媽應該是這個 然後這個應該是爸爸的 咦 怎麼啦 答案最強 爸爸贏 耶 我發現我好會猜喔 來試試看好不好寫 首先 你要寫 藍色的時候就用這頭 紫色的時候就轉過來 來 兩色就一起滑過去 妳想知道這一局是寶寶人嗎 對啊 這好方便喔 比賽四局 雷霸已經確定獲勝了 3比1 來看下一局 雷霸會不會聚細雲 雷霸眼睛閉起來 最後一局 小吊式 看雷霸會選誰的 好 眼睛再開 這個 啊 好可愛喔 可是這個要選是誰買的就有點難了 不用選 看妳要 看妳喜歡哪一個 直接選 我只 我喜歡這個 但是我不知道是誰買的 啊不然就 所以妳喜歡哪一個 爸爸 爸爸 剛剛買比較奇怪一點的 應該是這個吧 然後媽媽就是 比較可愛的 我猜是這樣子 那妳喜歡哪一個 這個 耶 我終於一局了 這是什麼東西啊 我剛剛跑到哪位 這個我也傻眼 結果 印象不到是 雷霸贏 3比2 妳覺得這個比賽好不好 超好玩 那下一次要不要再比賽呢 要 但是我覺得呢 這個真的很好看 我很喜歡 這個可以2分吧 這個很好啊 蠻可愛的啦 才29塊 但他已經大獲全勝了啊 這是明年的多利 貓咪的耶 這樣小小一個蠻方便的 我還是喜歡他 你都贏了 給媽媽1分 所以妳要讓媽媽比賽嗎 你們私底下討論啊 如果喜歡的話 請幫我按讚 訂閱 謝謝大家 掰掰 各位觀眾 你們喜歡我戴眼鏡拍片 還是不戴眼鏡呢 我個人認為是戴眼鏡比較好看 底下留言 爭取大家意見 掰掰 猴子更喜歡媽媽的荷包蛋 好可愛喔